这几天我们都在读《马斗福音》 有关派遣中途两个出去 其实都呼应上个刚刚过的主日 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版本 昨天和星期日 神父在《广道》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不再太去focus在《福音》的读经里面 但是也提醒我们 教会选择了这个星期 我们看这个福音去默想 也是提醒我们福传的重要性 福传的急切性 当中有说明不要带那么多东西 路上不要那么多枝节 但是也不是匆匆忙忙顾着自己的东西 有点是要快,但是不要急 要有注视重要的事 但是也不要太过忘记了要服务的人 所以耶稣也说 天国和平安要尝临于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中有时我们福传 有时我们会太过因此 因为圣经提醒我们 有时候太过因此 着眼于一些偏差了的东西 如何偏差了的东西呢? 譬如我们在搞福传 我们可能会着眼于真理 真理很重要 着眼于真理 一些黑白的教导 对与错的解释 有时我们越熟悉教理 有好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知道教理教了什么 哪些是真、哪些是对、哪些是好、哪些是善 但是我们有时上了路 就会变成了这些是所有的 教导的正确 教导的不可偏差 教导当中的细节 哪些是罪、哪些是错 这些我们必然有清晰的必然需要 但是如果这是我们的核心 那就很有问题 因为有时失去了平安 失去了这个牧民的心 我想因此今天 看下这个第一篇的《读经》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图像 我陈上有几个的图像 一个就是 有点像妈妈叫儿子越叫越走 我去召叫你给你所有的东西 你去拜了第二个 这个《巴尔》 即是在《江地》文字 是解《神》的意思 这个《神》 就是不是天主的《神》 天主给你所有东西 你就拜了邪神 我去召叫你 你就去设立其他的制台 你就去搞一些很自私的东西 贪恋财物的东西 我教你怎样去建造好的关系 你就去搞分化 天主很伤心 因此也造成很多的破坏 在以色列文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但是当中天主描绘的图像是一个 他想亲近我们 想抱起我们 特别在这个图像 有一个持亲或持妇 抱起一个婴儿到他的面颗 如果我们画一幅图像 就是我们画一幅画 这个父亲把孩子提起 去到他的面颗 这个很充满了父子爱 父女爱的一个图像 这个就是天主的心意 这个就是他的渴求 即使这个儿子是不理他的 这个儿子是跑了他的 这个儿子是做出了很多诬告的 因为他也说 我不要你经历害怕 或者好像我是伏起成活的仇敌 这个也都彰显了有时 为什么人会拒绝福音 拒绝天主 未信的人 甚至我们有时都觉得 天主为什么对我这么差 也有一个谎言在这里 有一个distortion 有一个真理 应该天主和我们的关系 天主渴求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扭曲 为什么有一个扭曲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想错了 有些错误的世界的观念 有些错误 我们要找一个原因去解释一些东西 而令到我们不信任天主 我们失却了对天主的信任 就好像有时我们小朋友长大的时候 会觉得父亲、母亲 罚得很严 或者不爱我 不懂得照顾我 听不到我的需要 或者我要求这件事 不是坏事 为什么他不给 会觉得父母是不好的 有时有一段 可能好几年 或者甚至十几二十年 心里面会觉得埋怨我们的父母 都不奇怪 即使我们父母原来其实是好的 可能要我们大到某个地步 突然间醒觉到原来 父母可能是不完美 或者可能有错 但是他的心意是好的 何况天上的父亲 为什么要强调呢? 就是我们福传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带到 活到 见证到 天主抱起 我们摆在他面壳上 这个是否我们核心 托求 去领取 去容赢天主与我们的关系 我们说的真理教导的福音 是否显示到这个词言 还是我们有时是参与了 同样的误解 就是变成错的 我们罵得太厉害 充满了太多的 愤怒有关世界的邪恶 而令到人觉得 天主好像伏起城门 埋伏 要惩罚 做错的人 所以这是很真实的 有时 我们自己都有偏差 或者我们见证福音的时候 都可能有太多这些夹杂在里面 令到要聆听的人 要被福传的人 都陷于这个误解当中 也都加强了我们自身 对天主的含糊 今天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 怎样可以找回这个位置 天主你开求 是这样拥抱我 天主你都提起我 去你的面合 让我亦都见证到 这份慈亲的爱 包容宽恕 应付革子革声声之名 阿玛